嗨,欢迎收看《谈谈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大家或许知道,化学反应是可逆的 但其中的热量散发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这在物理学上被称为热力学第二定律 也因为这一定律,我们才说破镜不可重圆 但后来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庞加莱通过长时间的实验发现 虽然能量或者说力学中确实是不可能完全回到最初的状态 但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是可以回到接近初始状态的 这一理论的提出立即引起了学技的震动 或许你读到这里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 如果物质是可逆的,能量也是可逆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轮回重生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呢 就像我们看过的一部经典恐怖电影《恐怖游轮》那样 不断地再重复整个故事 最后却是女主人公在自己追杀自己 然后立刻在生命的某个点轮回重生,继续重复 但在庞加莱的理论中 整个系统回到初始状态需要的用时非常长 甚至是一个理论值 因为即使我们尚未知道在宇宙消失前轮回是否完成 但科学家们都肯定要完成这样一次理论上的轮回的时间 比地球的生命时长还要高几个亮景 但是或许这可以作为平行宇宙的依据之一 相信大家对盗梦空间都不会陌生 每一层梦境的时间维度都不一样 而在每层的梦境中 人虽然还是那个人 但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这样听来是不是跟庞加莱理论有相似的地方呢 正因如此或许轮回正式发生在那些时间维度 跟我们不一样的宇宙之中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 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啦